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晚年孤独寂寞的相学特征 人的运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有的人早年会有好运 而到了晚年运气却很差 当别人膝下成欢,儿孙满堂的时候 自己却行单影之,孤独终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其实从命理角度分析 这与一个人的面相有关 当一个人面相出现一些不好的特征时 就容易晚年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具体有哪些特征呢 小酱汁老师今天从面相,志向,手向 三个角度为酱友们讲解 一,晚年孤独的面相特征 一,拥有美神鼻的人 这种鼻形从额到鼻尖太过于接近一条直线 是西方美神的象征 其特征就是鼻梁窄长而平直 鼻根高 因此鼻根部位凹陷不明显 鼻尖较尖 鼻脊底部呈水平位 拥有这种鼻像之人 往往具有争强好胜的性格 同时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们一生中往往难以接受 平庸的男性做自己的爱人 故此他们是孤独的 也是寂寞的 这类女性假如观念与心态再不改变的话 很可能会孤独一生 二,山根间隙 所谓山根是指鼻梁顶端与印堂的交界处 此处生的间隙 而且鼻梁受虚无肉 鼻准间的人 个性较为孤僻 不喜欢与人交往 因此朋友不多 假如间门处再向下凹陷的话 此说明此人婚姻生活不理想 与配偶间的关系不好 有分离的可能 再加上本身不喜与人交往 到老时身边自然缺少 人来陪伴 孤独难免 三,泪堂处有杂纹 所谓泪堂也就是人的下眼见处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眼带部位 此处在面相中称为子女工 将冠着人的子女运 假如泪堂处生有杂纹的话 预示着其人的子女运较差 要么不能生育 要么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好 平时少往来 到老时子女很难在身边 承欢膝下 生活会很孤独 四,人中短浅有横纹 有此面相特征的人 通常子女都不太注重孝导 甚至会以下犯上侵犯长辈 不口出恶言已然不错 更别提能在身边照顾 因此晚年生活叫会孤独凄凉 五,喉结凸起吹火嘴 喉结凸起嘴巴向前撅起 形状如吹火一样的人 平时口无遮拦 喜欢八卦和挑拨是非 平时人员较差 朋友较少 即使是在遇到困难时 也少有人出手相帮 特别是到晚年时 会因为身边缺少人照顾 而倍感孤独 六,妇传口 嘴型口角下垂 唇成猪肝色 称为妇传口 由此面相特征的人 个性倔强 心胸狭窄 常在心里记恨别人 很难与别人相处 久而久之 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到老时便容易形单影之 孤单一人 七,唇形歪斜不正 生有这种面相的人 常常会招惹口舌是非 个性欠缺诚信 周遭的人即使刚开始被蒙混 但是看久了 被看穿之后 便会远离 待到晚年时 尝试身边无人 生活孤苦而穷困 即便富贵 亦是孤独 八,皱纹口 皱纹口的特色 是上下唇的尺寸不合 唇上面的皱纹很多 特别是上唇部分 看起来整个皱皱的 这表示年纪还没到 就提早血气衰弱 因此中年之际 运势便开始走下坡 晚年更是孤独 皱纹口的长相 就算再笑 看起来却像哭丧着脸 而且谋事难成 老年孤独无助 皱纹口的女性 婚姻历程多数不幸 生活历经艰辛 即便得女子效养 精神上 仍难以放下过往伤痛 郁郁寡欢者居多 活在当下才是解脱法 九,下巴短小 在面相学中 下巴代表一个人的晚年孕 下巴生得短小的人 老年寂寞 贫困且子女孕不佳 感情生活也不顺利 容易在晚年时孤独寂寞 二,晚年孤独的类质特征 一,额头发际处有质 在额头的一侧 靠近发际的位置长质 被称为孤独质 长有孤独质的女子 性情孤僻 寡言少语 与家人亲友的关系较疏远 男子则不利父母妻儿 通常会远离他们 独自在外生活 二,脸颊上有质 脸颊上的质也意味着孤独 较难安定下来组建家庭 如果长在孝极上 意味着隐藏的灾难 为全股有质 代表此人能够成为成功的管理者 在职场拥有权势和地位 三,下巴正中央有质 假如在下巴的正中央位置 长有末质的话 也是一种不吉利的表现 遇是其人与子女关系疏离 晚年容易孤独无助 身边少人陪伴 四,胳膊外侧有质 在胳膊的外侧 靠近手肘处有质的话 遇是其人性格孤僻 不善与人交往 朋友很少 而其人不但婚姻感情较差 与六亲关系也不是很好 容易孤独终老 五,手掌心有质 手掌心有质的人很少 像书认为 假如在手掌的正中心 长有质的话 是天煞孤心命 会孤独一生 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说明其人事业心很强 常在外打拼事业 很少与家人团聚 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孤独吧 三,晚年孤独的首相特征 一,川字掌 川字掌有两大特点 一是钱多成就大 二是感情婚姻不顺 孤苦寂寞 所以首相川字掌 是孤独的首相 一辈子没有开心的时候 就算事业做得再成功 依旧只有自己一个人 孤独的享受 二,段掌 段掌的人在性格上显得坚强 自行心充足 处事极为理智 不宜受感情的影响 自然独立的性格 这种性格往往很要强 不听劝告 对婚姻 教义产生波动 所以是孤独的首相 三,感情线被小横线穿过 在首相中 如果感情线终止于终止 并且被许多小横线穿过 那么预示着其人爱情生活 常发生痛苦或失败 事业上没有飞跃 一生容易被小人打扰 出现婚姻不幸福 特别是在中年的时候 人们的职业和事业 容易发生突然变化的危机 所以婚姻不幸福 晚年孤老 四,婚姻线杂乱长短不一 婚姻线杂乱长短不一 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很差 有此线的女孩子 很难遇到好的爱人 很容易最后孤独一个人 度过一生 离婚者的爱人 多被桃花孕迹干扰 事业上没有飞跃 一生容易被小人干扰 中年以后命很苦 晚年一患疾病 命中克子 五,孤独纹 有一种掌纹 就算是你想谈恋爱 也很难谈成 这样的掌纹叫做孤独纹 是位于中指下方 由一个半圆形形成的 手上有紫纹路的人 注定一辈子单身 即使结了婚 也是不会幸福长久的 一般和尚尼姑的手上 会比较常见 相由新生 面相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人的心性而发生改变 即使有不好的面相特征 也不用过分担心 只要及时修正自身的弱点和弱项 遏制会慢慢消失 命运中的不利因素 也就跟着化解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